我现在想要做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 就是人家漫画卡通里面小孩画的那种房子 小孩画的房子 所以我先切到正面模式 这样子我做房子比较好做 我现在切到正面模式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有点立体感 我如果不想要这种立体感 我想要纯粹平的怎么办 要纯粹平的其实你把这个ViewProportional 按Othgono稍微切换一下 现在就会变成Othgono的形式 那它就会纯粹平的 那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比较固定形状的物件的时候 会希望说用纯粹平的模式 那你这边按中间的滚轮 按Shift的时候它可以这样平移 这样会让我们做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新增 我按Shift的A来新增一个Cube 那这是一个立方体 那已经在相机的视角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调整一下 缩小一点点 因为我怕我的房子没有办法融入整个镜头 所以我缩小一点点 那我把它调整一下 那请注意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那个坐标点 你可以按N 你按N的时候呢 它这边就会有真正的坐标点 那我可以设定绝对的位置 那Z也就是0 这样它会回到0的原点 那大小你也可以直接指定 比如说如果我全部都按1 那它就会回到原来的 原来的那个地方里大小 OK 那我如果在这边做放大缩小 它这边就会跟着变 这是N的属性视窗 那你如果不想要它再按一次N 它就不见了 那这是我们要做一个房子 所以我按Shift D 我复制一个这个立方体 那叠上去呢 就是要做屋檐 那做屋檐 我稍微把这一个立方体稍微放大一点点 因为屋檐应该要比房子大一点点 才可以盖得住房子 那比它大一点点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到今天所讲的编辑模式 我按Tab键就可以进入编辑模式 这时候它是全选状态 我按A全取消 那你会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面 有一个面 我现在正在面模式里面 所以我选了之后它就是面 我现在正在面模式 那如果我选点 我这样选的时候它会是点模式 不过现在我想要的就是面模式 所以我把它选这个面 选起来 我按S OK这样缩小 那你也可以觉得 这个不够好 那不够尖 你想尖一点就再缩小一点 OK这样子 这种房子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泰国 泰国很多这种房子 那你按F12 它就可以呈现出你的模型的样子 但是还没有颜色 各位其实会设颜色 记得我们做学人的时候设过 设过一点点颜色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为你的房子设定一点颜色 在这个Material里面 我先把它恢复 我按New的时候呢 这里就是颜色了 那屋顶 屋顶我设有点橘色好了 那这就有点橘色的屋顶 那我选这个房子 我再按New 这个房子呢 我就设房子应该什么设好 蓝色怪怪的 随便啦 那你自己可以选一下 你喜欢的颜色 这时候在New F12 它的房子会好看一点点 但是呢 还是有一个问题怪怪的 因为你这边亮亮的 这边暗暗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的灯不够多嘛 还记得吧 我们做雪人的时候 是不是灯不够亮 结果雪人就暗暗的 那我现在的房子也是一样 所以我按Shift的D 复制一个灯 再Shift的D 再复制一个灯 好 那我切换到顶面 去看一下 这个灯的位置呢 最好有一个 是跟你的相机的角度 稍微呈三角形这样子 那这种三角形的配光方法 叫做三点打光法 那它可以让你至少在每一面都有照到光 了解吗 那所以当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再去New F12 这个房子就亮多了 这样OK吗 所以各位请你今天第一个作业 随堂作业马上做 做了马上PO上 PO上你的网址马上交 OK 那这个包含请你储存 像我这样子存起来 那我现在呢就把它放在我的Homework 对不对 里面 然后这里 好 House存起来 那我等一下就放上我的网字 那我们就有一个随堂作业 我就可以交了 那交的方法当然就是 来 我们这边一个文件 上次已经有一个作业 雪人了 那OK 这两个人进来 我先帮你们加进来 那接下来呢 我就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那就不再写作业一作业二了 我就写3月8号的作业 好 建立一个房子 好 那你教的方法呢 就是你在这一个留言上面 做回文就可以了 那各位可以开始做 好 好 中文字幕——YK